你过来啊 我听说少林寺的铁头弓很硬 但是我认为我的拳头会更硬 明天我会三拳打爆少林武僧的狗头 正凭我的实力 好 关注朋友们 欢迎收看本场比赛这一场 真正的少林武僧杀入到日本的一场精彩对局 由于近两年 日本人实在是越来越猖獗 大张旗鼓则表示说 日本武术是天下第一 是中国武术的老祖宗 观众朋友们 我们经常听说啊 这个孙子像爷爷 但他会听说啊 这个爷爷像孙子啊 好 注意看眼前的选手 他个子不高 长得也不是很壮 他就是年纪50岁的俗家武僧全铁 而眼前的小子便是日本的名户人质 他非常的年轻 才24岁啊 非常年轻 小比赛前你也看到了 这个小日本子啊 对我们中国武术 我们的少林功夫啊 提出了质疑 并称自己的拳法 给三拳打穿 少林铁头功 你没有听错 不 敢挑战铁头功 你还偷一个 好 注意看 我们的五层悬铁 还真不做防守啊 为何叫悬铁 因为他的抗击打能力很强 金中罩 铁不扇 还有铁头功 他练的是炉火春青 巅峰造极 所以说我们看呢 他在打拳的过程当中啊 双手帮得很低 中门打开 任敌方随便打 我们看五层悬铁 他的确是稳度十足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反观看这个小日本子 这是猫手猫脚 现在对手已经慌了 因为他发现了多次的有效进攻啊 根本没效果啊 根本打不动 在前牛皮吹得很响 但现在我们看啊 我们少林五僧呢 把脑袋露给他 他都不敢打 好 连翅队手三拳 但是毫无反应 实际上我们真正的少林功夫啊 都是这么厉害啊 只不过近两年 有些假和尚 比如说什么 一虫啊 一猫一狗 在国际内台上 坏了少林功夫的名声 要不然啊 我们少林功夫在前些年 二十年前 那是想一世界 很多老外也会来中国来学习 哦 爆肝拳 哎哟 不止抗击打中一强 拳法也不错 一次读秒 送给这个小日本子 名户人质 对方搞了一个地拢钩发型 搞了四个拢钩 他是要干什么 是要在脑袋上 中土豆吗 还是中地瓜 好 立会和 比赛结束 您觉得这位武僧全体的表现如何呢 已经五十岁了 我觉得算是身体上来看啊 不是那么协调 不是那么快 但是抗击打能力 和这个距离把控啊 还是一流的 你没有看错啊 这都是日本的名义 哦 发现这个日本女性 比男性要高啊 好 第一赛来到第二回合 看一下双方的精彩表现 精彩地区 作为一个少林弟子啊 他敢只身一人啊 来到日本 来齐挫啊 来弘扬中国武术啊 说句实话 我是非常佩服他 玄铁在年轻的时候啊 也是一个叱咤风云 横扫武林的狠角色 所以说呢 他也是胆子比较大啊 胆大心细 哦 又是包干拳 连续的包干 让这个小日本子 腹部啊 已经有些发紫了 哦 哦 然后现在 新冠军的一杯的 我会是 新冠军的这个太古人 是 是 哦 哦 一把五千多余大 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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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个小日本的拳速的确不慢 但是准头的确是不强 赛前他表示 可以三拳打穿少林的铁头弓 但现在我们看 我觉得给他300拳 他都未必能击倒我们 好 这下没关系 这只是普通的一个滑岛 好 注意看时间 第一回合后最后不到一分钟的时间了 绿手做了很多没有 有意义的高边腿 白白的浪费体能 好 什么看 他的大腿已经是 他的左腿已经是像个大茄子一样肿了 好 第二回合比赛结束 两回合的对决 已经让这个小日本的名乎人质 怀疑人生了 赛前牛皮吹得响当当 那么现实给了他一个重重的一个大发声 一个大低兜 现在的确日本人总说呀 自己是什么什么天下第一 而韩国人 总喜欢说什么什么是自己原创 自己发明的 这两个国家都是人才 都挺有意思 好 最后一个回合 看一下武僧全体能否拿下这场对局 实际上持久战对武僧全体来讲 是非常的不利 那无论怎么说 当年有多么厉害 如今就50岁了 跟一个20岁的小伙子打 所以说呢 吃亏啊 和持久战 肯定是要吃亏的 哎呦 什么情况 哇 感伤朋友们注意看日本全场小鬼子 哎呦 这个鼻孔怎么红了 一脸的狼狈 和赛前吹牛的那个小子 这是一个人吗 好 最后一分半的时间 我们看武僧全体连续 哦 我们看左手对局不打起来了 哦 这个左手是不是受伤了呀 哦 武僧全体是一对手随便打 哦 再打 哦 硬扛三拳 你不是嚣张说三拳打爆我的脑袋吗 给你机会 你也不中用啊 刚刚是真的给到对方一个机会了 结束了 看情况应该是起不来了 一个后手中炮 哇 太精彩了 好 观众朋友们 这场少林武术大战日本功夫的比赛 终于迎来了结局 让我们恭喜这位少林武僧全体 不会是少林是真正的武僧 五十岁依旧非常强劲 好 咱们下期视频 再见 好 盐 上午前期观众转发 私下期观众为 我们下期观众转发 上午前期观众转发 这是一场大战 我们下期观众转发